就是把扇丝倒进去 先炒一下 然后 现在是放酱料了 是吧 是是是 冯姐告诉我 制作黄扇包仔饭 重点就在于 要先对扇鱼丝进行调味 这个步骤 直接决定了 最后做出的包仔饭 口味是否地道 因为它呢 所有的那个味道 都在那个刚才 它下的那个酱油里面了 感觉这个炒完之后 像已经一盘菜就出来了 是吧 是是 然后它放在那个饭上面焗 就抠那个味道 把黄扇的那个味道带出来 看来 这酱料配方 是这家店铺 黄扇包仔饭 好吃的核心秘密 郑婆婆从来密不是人 这就是炒好的那个 密制的黄扇的焦头是吧 对对对 哇 是很像 很香 其实现在跟我说的一样 感觉有点像红烧的那个红扇 是是 现在闻起来 它其实已经是一道 很完整的一盛菜 对 但是忍住 按理说我想尝一下 但是我忍住了 我要尝最后的那个成品 是 但是我一次 quan的 셈 他使用了 你能不能说 这个会和 我的 大概有点像 有点像 是 并不准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看见吗 我紧接着吃了第一口之后 紧接着吃了第二口 是吧 真的是好好吃 我以为黄鳝的这个饭 可能会有一点点 鲜鱼的那个腥味 但是一点都没有 完全是鲜鱼的那个香味 全渗透到这个饭里 就真的是黄鳝的味道 和米饭的味道融为一体 我觉得对于这种食物 什么都不要说 大口大口往嘴里塞就行 包仔饭的意义在于分享 家人聚在一起 同吃一锅饭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个味道 这种幸福 会是每一位远在万里之外的 有死最不能割舍的 广州家乡味道 1 2 3 鞋子 3 3 6 7 6 7 6 6 6 5 6 6 7 7 7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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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7 9 114 7 1 8 8 8